雅倫 雅倫我問你 我在南京 每次直播都遇到怪事 每一次 至少有兩次 據我所知有兩次 然後雅倫有看 然後看完就會說 你也太容易遇到了吧 所以他很怕來我這裡 我這裡也會這樣 你這裡感覺氣場很正啊 很好齁 感覺氣場很正 那雅倫你會遇到嗎 我有遇到過 你有這種體質嗎 還是很正常 我覺得我還好 但是我就是有遇到過 大家願意聽嗎 敢聽嗎 聽雅倫講他的遭遇 可以嗎 欸 願意嗎 願意嗎 很怕嗎 現在幾點 還是想聽到放炮這樣 現在還好 我們還有時間 現在四十幾分 好像是發生在 也是大陸嗎 泰國 泰國 泰國也很容易 然後我記得是 因為那個飯店裡面的電視 還是那種轉台會 不知道現在的小朋友知不知道 就是有電視盒 但是它是切台的時候有 那個聲音 我住的房間是有客廳 也有臥室的喜劇室的 然後我在一個晚上 跟我的室友 約好要在這個飯店的樓上的Bar 喝一點酒 然後我去運動完之後 我就回去洗澡泡澡 但因為我會怕 我有點難笑 所以我就把電視 打開 打開兩邊我發現不一樣的聲音 不一樣的台的時候有點恐怖 有點吵雜的聲音不一樣 所以我就把他們都切到同一台 然後我就進去泡澡 泡一泡泡一泡 泡泡了大概十分鐘二十分鐘的時候 突然聽到那個BoBoBo換台的聲音 然後我就想說 應該是我是有等我等太久 就先回來了 然後我就大喊說 欸你是不是回來了 然後沒有人 沒有人回我 然後我想說 是不是 太累了他睡著 反正我給了很多自己的藉口 但是我心裡已經開始毛毛的 然後我就想說 沒關係泡一泡 泡完之後出去 看 然後 然後 客廳的那個 台已經不一樣了 就是 已經不一樣了 然後沒有人 沒有人 然後我想說應該是他切完台之後 又跑出去了 嗯 我就這樣想 對我們會合理的去解釋他 對對對 然後我就好好的趕快就去找他了 然後找他說 你剛剛有回房間嗎 嗯 他說沒有我一直都在這邊等你 嗯 嗯 然後 然後 然後這件事情就 就這樣 就這樣 我一定不敢再去想 就是我覺得很奇怪 對 因為你切那個台 對 然後呢 那天晚上你還是睡那裡 對啊 因為我跟我室友住 還好 然後就 也沒有什麼奇怪的事 然後也住那一晚 沒有 呃住兩晚 住兩晚 嗯 然後沒事 沒事 就只有那個 啵啵啵啵 就是啵啵啵啵 就是啵啵啵啵 你有沒有敲門啊 進去住的時候 你後來被揚成這種習慣 你後來被揚成這種習慣 我 我上線啊 哈哈哈哈 我的確用手機上了線 因為我想看大家留言 哈哈哈哈 結果我們那個工作團隊說 哈哈哈哈 他們在直播的時候 你上線了 進鬼了 進鬼了 就這樣 然後也沒想太多啦 後來就把它當一件事情 就是 至少我有一個故事 在大家講鬼故事的時候 可以分享 然後你有沒有那種 遇到某一個地方 頭皮發麻的感覺 會頭暈 有一些會頭暈 真的 頭暈我就想說 我就不要待太久 你是靈龜 其實你有一點點靈龜體質 是烏龜的龜嗎 嗯 哈哈哈哈 因為靈龜體 也許因為靈龜會 找一個最好的地方待下來 哦 我以前還蠻喜歡烏龜的 真的嗎 哈哈哈哈 那養人你養的寵物是什麼 我養很多欸 我從以前養過 我養過鳥 烏龜 小白兔 雞 鴨 魚 狗 聽起來好像滿漢全食 哈哈哈哈哈哈哈 對不起 對不起 都可以吃啊 其實 不是啊 養烏龜 對啊有養烏龜 然後養魚 魚 喔 我那隻魚也是神魚欸 我是在那個 我是在那個 我記得我在國小的 原油會的時候 撈的一隻金魚 嗯 然後我大概撈了大概四五隻吧 嗯 然後養了一陣子之後 其他四隻都死掉了 就剩那一隻 你知道那一隻賠我多久嗎 平常那個原油會的大概 養沒多久都死過 那隻魚 嗯 陪我到大學 喔 然後他長多大 他大概這樣子 他本來多小 他本來是那種啊 嗯就是那種啊 就是餵紅龍的那種 一款的 一款的金魚 然後變那麼大 變那麼大 哇 養那麼久 嗯 這樣應該捨不得吃吧 哈哈哈哈 那看起來不好吃 哈哈 沒有好吃的感覺 對對對 那你會跟他魚講話嗎 養魚的樂趣在哪裡啊 因為我 我不是養魚的人啦 因為 養魚又不能 怎麼貓可以摸 可以抱狗 可以溜這樣 魚也不說話 然後也沒有聲音這樣子 養魚跟樂趣喔 嗯 以前覺得他 他在游泳的姿勢很漂亮 OK 嗯哼 然後有時候 對啊 有一個樂趣在哪裡 哈哈哈哈 所以後來我就不養魚了 因為 我也覺得他們在那個小小的 魚缸也好 蠻蠻可憐的 嗯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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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